恒星巴达长城 为什么这个万里长城这么短的 其实呢 我爸起来到了霹雳州的Gopeng 那今天呢 我爸起要带你去找一个 跟万里长城一样 有千年历史的一种香料 那这个香料呢 也是古代人用来做香水的一种材料之一 想知道吗 就和我一起恒星巴达吧 走 今天 要找的这个师傅呢 不简单 因为我是上山拜师 然后要找山上的一棵树 他们称为它是神赤之灵 God given tree 哇 又是大乐天 他们讲哦 在山上的那种师傅 一直是那种白胡须长胡须老老的那种 他怎么爬得上啊 走了 走了 去找师傅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长胡须白胡须的一个老师傅 我爬到山上了 还是找不到 只是看到一个 站在树旁边 应该是在 怎么讲 在姿势拍照的吧 走 去找 到底这是不是师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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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他们讲上山拜师是吗 不是要找那种白胡须长长老老的坐在树下 这样的师傅 但是你蛮年轻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师傅吗 你好 是 因为今早我把胡须剃了 你把胡须剃了 对了 师傅蛮幽默 师傅 我问你 这么多座山 你偏偏找一个空空的 然后只有一棵树在中间这样子的地方 来等我 为什么 因为这里可以说是 环境最优美 位置最好的 环境最优美 位置最好的 那师傅 为什么你站在这个榴莲树下 榴莲树 这棵是一棵不会结果的榴莲树 这是什么树 因为这是橙香树 这是橙香树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橙香树 师傅 怎么样 这橙香树多久 这棵树 我相信应该是还年轻过你 还年轻过我 多久 19岁而已 19岁 对 因为我看到旁边的那些树 都是矮矮的 这是最高的吧 那这棵是最大年级的 最大年级的 橙香树 买文又称为Pococaras 定文则是Gaharu Tree 自古以来都被列为象中之王 非常珍贵 橙香树是一种含有树枝的木材 古埃及及东亚文明 借有使用橙香的记载 即使直到今天 四大宗教仍然在使用橙香 因此被称为神赤之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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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特别 为什么有神赤之木的称呼 其实橙香树 它本身是 这个是世界上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 都有记载着 对 他们对橙香应用的文化 所以无论是回教徒 佛教徒 甚至我们圣经也有记载 这是耶和华所栽种的橙香树 怪不可以叫做神赤之木 神赤之木 因为我知道 就好像佛教他们就来当香 对不对 然后我们穆斯林 我听过穆罕默德以前 他祈祷之前就会茶那个油 对不对 然后好像Catholic 也是会用它来做 也是会点它的那个香味 对 然后以前 中东人 中东人也是会用这个橙香 对 橙香树 橙香的药用价值非常高 不仅香气典雅 还有通关开窍 苍通气脉 养生治病等神奇功效 历来是一位中药的药材 在《中医典集》中 相关的记载相当得多 但是他们如何用这个橙香树 是否是砍下来 然后一块一块地这样拿出去 还是怎么样 没有 它是里面 其实这种树很奇妙 当你砍掉之后 你会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成香 成香 或者我们另一个名称就是 它的成香树 它的树树 树树 拿来提炼成油的 成香树其实它全称是宝 为什么 它从它的叶子到它的树根都可以用 它的那个香味 就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它都是人工配置不到的一种味道 所以它为什么非常珍贵就是这个圆圆 人工配置不到的一个味道 对 哇 所以今天师傅你要带我来 怎么讲 你要带我去学习 今天咯 所以我们带你去橙光 我们如何制造那个茶 哇 今天做茶 这样子有口福了 爬得这么高 但是去做茶之前 我有读过 他们讲 如果你看到这棵树的话 要抱它 抱它 因为你抱它之后 你就会有怎么讲好运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 不只是要抱一个树 连买师傅一起抱 来师傅 你抱那边 我抱这边 我们抱抱树 做凶树 好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那个好运气 你如何感觉到有好运气 有没有看到 你回去你就慢慢感觉体验到的 好 这样我们现在去做茶了 好 请 来师傅 你带路 好 古来常说的 陈潭融色 之中的陈 就是指陈香 自古以来被列为中相之所 师傅 你跟我讲你要去采茶叶吗 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办公 然后怎么采茶叶 我们这种采法 是直接把整个树枝给砍掉的 对 你是把整个树枝这样子砍下来 对 对 我们那个茶 茶 不只是叶子而已 我们是连树枝 树干它都有的 对 你看 怪不得他们讲整个树都是饱 原来 那个茶不只是用叶子 连树干 树枝 都一起拿来泡茶 要拿来用来做茶的树 对不对 最老到什么时候 陈香无论是做茶 做药或者是做香都好 它都是越老的树就越好 陈香茶的成分不只是叶子而已 磨碎后的树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里的采茶技术也是与众不同的 这里是看不见被浙兰子的采茶女 它这个叶子能做来的茶对不对 有什么功效 长期喝这种茶 它可以当然帮你解毒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睡眠 而且它也有那个镇定的作用 而且它如果是有疗酸的 更加好 那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就是闻着它那个 陈香 每晚它入眠的时候 它入枕的时候 它都一定闻起这个陈香 以至起养生之道 养生之道 怪不得师父 你百年来还是 对 保养了这种 这就是见证了 原来陈香还有养盐的功效 真的是全身是宝 师父还说陈香素是不能人工培植 是需要用陈香的种子 慢慢地发芽成长 现在就要去看看陈香的种子 到底是长得怎么样的呢 师父 这就是你刚才讲的 它的那个果是吗 对啊 哦 原来它的果是 长得这个样子 来看 可以彩虹吗 彩虹吗 可以彩虹吗 可以啊 可以啦 好 师父它的 OK啦 因为怎么讲 它整个个哈鲁区 是很很正规的嘛 对啊 你看 原来它的果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哦 这样师父 它这个果可以来吃的吗 它体念果 你这样生吃的就不行 因为它这个是对抗癌非常好 抗癌 就是Fight Against Cancer 陈香的果实长得一般 每个果实内都有两颗种子 种子都是用来种植出新的乳苗 好 而果皮是拿来体念抗癌的药物 因为他们说这个个哈鲁区是很香的嘛 对不对 然后我一直从小就有闻过这个 米亚阿达 因为马来人就用这个个哈鲁区 来做米亚阿达 但是现在呢 我还没有闻到那个味道 因为那个香都不是从这里 早跟我讲嘛 师父 好 师父 就是讲你是说它外壳是可以来做抗癌的 对不对 如果我觉得如果可以做抗癌的话 一定是可以吃的 对不对 理论上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我没有试过 这样怎么做师父 如果我没有试过 这样还不试词好不好 我没有试过生翅 你没有试过生翅 这样好不好 既然呢 怎么讲 我来到了这里呢 我们一起尝试一下生翅如何 也好 来 师父一遍 一遍 看到了没有 师父跟我不是吃它的种子 种子我收起来 可以这样做 我们吃它的外壳 一 二 三 你骗我 我没有骗 再一次 来 一 二 三 你咬 一次咬 你咬 一次咬 这么火 不用请 哇 苦口良药 好苦 哇 真的是很苦 怪不得是抗癌 我的那个 癌症的细胞全部跑掉了 好 那今天呢 很难得 我们有我们的委员 也就是我们的 editor 如果你看很细胞道的话 你觉得很美的话 就是他的功夫了 那今天呢 我就要请委员咬一口 不要吞 那今天呢